美国动不动就行使各种制约手段的霸权主义来讲,不仅是国际上面的其他国家无法忍受,其盟友也是长期处于忍耐状态,毕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随时被要挟。 即便是需要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力量,也不意味着就可以任其为所欲为,所以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,美国的盟友不断的出现反抗美国的做法,而美国给予的直接回应就是更加强势的制约。 在美国看来没有国家是在制约之下,仍然坚持反抗的,最近一个国家再次挑战了美国的霸权形式作风,这个国家就是一直以来依附于美国的岛国。 众所周知,二战结束后日本就一直处于美国的制约之下,后来因为种种原因,导致日本直接进入到美国的战队当中,成为了其名副其实的小弟。 日本之所以会如此依赖于美国,其主要原因,就是希望借助美国的实力,来达到威胁中国的作用。 但是现实却远非日本想象的那般美好,非但没有对中国形成任何有效的威慑,反而是日本被美国包了一层皮,日本向美国购买武器的事情是全世界都了解的。 但是美国却借由此事,不断的向日本收取高额的采购费用,同款武器出售日本要付出高于他国许多的价格购买。 不仅如此,美国一声令下美国,却要拒绝接收伊朗自由,从众人也叠加到一起,使得日本不再一味的忍受。 今日日本采取了反击的手段,而且反击正好是美国最未看中的美元。 此次与日本合作反对的还有欧盟,双方就美元问题签订了协议,共同反对美国对自身财富不断收割的情况。 日本已与欧盟签署了相关贸易协议,目的是为了共同应对美国对大家的财富收割,开始向美国的命根子下手。 在他们看来如若保持一年的时间内均不使用美元,那么对美国造成的损失将是不可估计的。 如此情况下美国衰落,只是一个时间问题,还可以解决自己的经济压力。 但是此情况一经美国发现,特朗普就立刻就此事,发表了自己的态度。 正对于这种暗中下手的梦友,只需要制约二字就可以完美解决。 不可否认的是日本虽然可以不使用美元,但是却无法摆脱对美国的依附。 一旦美国真正的向其进行制约,其后果将是日本无法承受的,皆是日本将与欧盟共同承担自己反抗的后果。 要不要紧张这种向其进行制约,而这种向其进行制约,使用净采下柄就像交变成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